第二節我們會介紹一下這套人仔 因為21隻實在太多了,但也挺划算的 其實在節目開始之前,我們也有討論過,他說2800港幣 你覺得什麼價格比較合理? 大概2000港幣差不多,有官方價的7折左右 香港通常有6、7折 但我有個朋友,他有個觀點就是 這套人仔太多,也有很多新的人仔 他就很懷疑會不會低過2100 所以就拭目以待 這也有意義,因為有些人仔是沒見過的 也有些人可以很肯定地說是獨家的 所以Legos很壞 我們介紹人仔之前就不再像以前那樣 放一隻人仔在那裏,我們真的放在場景上介紹人仔 順著故事 這樣也過癮一點 好玩 還有你是喜歡玩多過 我喜歡玩多過擺的 我剛剛講過,上次A-Wing的時候 所以這一套都令你 我們可以從酒吧的那雙Bang開始 酒吧一定有Bang 音樂一定很棒 是的,這裏就要交給你了 這隊Bang 這隊Bang的種族叫Beef 其實一隊Bang只有三隻人 他總共在電影裏面有5隻 在電影裏面有一隻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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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有2014年那一盒,總共有三隻,所以要額外收多一隻 其實你問我呢 因為我沒有怎樣儲開聲戰 所以對於我來說 這些音樂師都是很新的人 因為他們以前我估計都是出過一兩次 出過一次 出過一次 2014年那一盒,Mossal Sleeve Canteen有出過 然後就沒有了 所以你做了兩盒,你也要多散修一隻 我就多散修一隻 所以我唯有七隻 Diff Musicians 他們跟2014年那一盒刷是一樣的 無論頭和身都是一樣的 只是音樂器、咒樂是不同的 這裏你可以判斷到 其實LEGO有一些賭帽就一直保持在這裏 對,一直保持在這裏 你再等下他可能有重新的帽子 只是噴了不同顏色 在這一盒裏面其實有一隻人也是這樣的 那我之後就會提到 說到這個音樂器 其實握上手 他的頭部很有質感 你不會覺得好像有點柔柔 所以LEGO那些 Star Wars的人真的太好了 而且我想說他不是只有前面 他後面的紋理才做得好 我上説,這些紋理我真的覺得沒得彈 這些紋理,他還要連上頭上的紋 紋理也做得還給你的 這些他真的不節省 雖然我們常常說LEGO出貼紙 但他對Star Wars的人真的十分尊重 你會明白,Star Wars的Z是比普通的Z貴的 因為他是IP的 即是他要付訊息的 但你問我,這個題外話 關於人仔,我就說Star Wars甚至比Marvel更漂亮 Marvel那邊有些人仔,我覺得是很放鬆的 尤其是黃蜂女,他其實那個頭盔應該做到好像Ant-Man一樣 舊Ant-Man一樣 我頂他的肺 你一塊這樣的東西吸進去,那你算怎樣呢 Star Wars有IP,難道Marvel沒有IP 而且現在都同一個公司 同一個公司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不知道 可能星戰始終都可以賣得比較貴 應該是說LEGO首次跟其他公司合作的電影就是Star Wars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有個感情在這裏 據我所知,其實很多LEGO設計師都是星戰的超級粉絲 所以你說多幾分感情放在他們的設計上都合理 說完這個Beat Musician之後,旁邊就是80年代 大家都經常聽到Who shoot first 就是先開槍 就是Han Solo和Gridle在講數 護士說Han Solo走數 他就幫Java對黑的綠色大肥肥的怪物運東西 其實那個也很經典,很夠肥腦 幫肥腦運東西,不理會什麼原因就走數 所以肥腦就找Gridle去講數 就說你很給錢的,不然我就要罵你了 事實上Han Solo是不是沒有給錢 是,我走數的 真的有走數 是,他走數的 所以接著就在莫薩斯劍堂裡面開槍 為什麼要專程放在這裏呢 因為後面其實是有機關的 Han Solo開槍的時候,Gridle就可以彈起了 當然Han Solo也可以彈起 這些位置,Lego是做得很仔細 他還要選擇在Miscition格的房間 當然這兩隻人仔,其實他都出過了 這兩隻人仔不是新人,Gridle在18年有出過 在2014年也有出過一模一樣的印刷 剛才你也有提過,2004年那隻Gridle 都有出過,但不同印刷 你說那隻甚至好一點 那隻甚至好一點 那隻好一點 我們之後有一節講序,亦會專程去看 這些位置,你就想不明白 為什麼以前那些會好過現在 不知道,真的 但說到這隻Gridle,我就覺得儘管出過幾次 但都沒所謂 因為他的頭,我覺得拿上手很有質感 那些粒粒位,Lego其實沒必要出得那麼好 是呀,其實老實說,他出一塊軟的膠也可以 但出硬膠,給了一些粒粒位,然後給你印刷 真的不錯 即是要疼愛,雖然他經常出貼紙 但敗到的這套好像也算是比較小貼紙 這套是小貼紙,主要主要在兩間Lensvita OK 然後當然去到一個比較經典的場面 就是Dr.Evanson 他的眼睛變得盲了 戴眼腦 戴眼腦,還有這個我們叫做男性生性器官 不知道要說不定 的一隻Ponta Barber 兩顆蛋蛋在下巴 對,兩顆蛋蛋在下巴 那這兩隻人就是剛剛去到Tatooine 就不喜歡Luke,就推低他 那OB-1就拿把劍出來,砍了Ponta Barber的手 其實我們可以把Luke掉到地上,應該是不開心的 不開心的樣子,就躺在地上 現在的人仔有時候有兩個樣子,有點過癮 對,好玩一點 那當然後面就是Chewbacca 就是Chewbacca,因為Hansel也在 其實OB-1在跟Chewbacca聊天 看到自己的徒弟被欺負,所以就出手了 其實我們說如果更加好,他應該還加多一隻普通人樣的人仔 因為在電影裡面是有那一幕的 那些就不再長說了 然後當然我們去到這裡,就有那個Bartender 所以你看到Bartender就看著這件事發生了 其實如果這樣說,Bartender反而是最普通的那隻 但是Bartender其實2018年出過之後 應該是說2018年出過,但做到之前是沒有出過的 所以我買2018年那一套,是要去這一套,我才有這隻 他有點胸毛 對,而且他的頭有兩撇的水 很少人仔的頭有兩撇的水 而且頭髮都配上那撇的水 老實說,頭髮就是普通的東西 甚至最初是Tony Stark 其實最初是這隻頭髮 但anyway,就是普通的頭髮 但是說那臉的pint其實是不錯的 其實是滴水掛,挺划算的 他還應該是用我們叫Double Print Double Print,就是印了一層再印第二層上去 對,而且那些胸毛也是通往這個男性的賀爾毛 對,沒錯 這隻也是剛才說的普通,但你看這個pint有多划算 特別要提的是這兩隻人 你可以給他一個close up 基本上這個毛,即是Pontababa的頭髮是第一次出的 然後Dr.Evanson也有兩個臉 有兩個臉,兩邊都單眼 兩邊都單眼一點,就是欺負他 另一個就是,那隻手被人砍了 哎呦,I'm so sorry 他有一點故事,他是一個黏了線的整容醫師 是 整容醫生,因為他亂的整容黏了線 所以他給人通緝 但是幫人整容,是應該第一次 gyvenant 為什麼是他才是G override Him 他就是那一方? 是 ok 所以他的12個星系通緝 是 所以他們去拆明這層こちら也會講 很厲害啊 Armstrong,十二個星系,都一通緝得很好 還一個人都判死刑 是啊 都滿離天大罪 這兩隻人除了在第四集電影出過 《合道1號》即是第四集前轉出過一秒 嘩,真的忍不住,必忘了 應該是他們在Jaku在城上炸下來之前 他們是在那裡的,不是Jaku,不知Jedi 你是不是在說到最後還是 不是,開頭的時候,也是一個沙漠場景 你記得我不是跟你說過,我是最喜歡《合道1》嗎? 但你出過一秒,你是時候又要回去再看《合道1》 這些就是看電影 這是升至最有趣的地方 《合道1》始終都是拍第四集出了,1977年 《合道1》是二零一幾年的電影 2016年的電影 所以它可以補一些細節位給你 哦,OK 但是順便很棒 又回到故事背景 哦,OK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到右邊了 吃花生的那班人 是 有Devaronian 它的名字 就叫做 Labria 嗯 它的種族是Devaronian 聽起來很像Librarian 它的種族叫Devaronian 是 這一隻呢 我就放在這裡 最有印象就是有一個鏡頭 是鎖上拍攝它的人在那裡笑的 但是原來1977年拍攝這隻人的時候 那個人不在餐廳裡面 之後補鏡 對,之後補鏡 這麼久 為什麼? 因為它覺得我們想多些外星人在餐廳裡 哦 而這個 這個頭母也好 這個角色也好 其實那時候的星戰 是沒有這個種族的 嗯 他就隨便找個Halloween 傳說中 隨便找個Halloween costume 套上去 然後就可以補鏡 OK 所以去到後來 去到1995年 出了一本書叫做 Tales of the Morsaisley Cantina 補回這些故事給他 哦 因為他這個叫Devil 他那個種族叫Devironian 嗯 其實他就不知道 Devil就是鬼 哦 即是你說1995年那本書 他加回故事給他們 我又覺得 沒有 不一定要這樣做 是 但加回故事 其實是尊重整個Star Wars的系列 是啊 這個我一直都覺得 始終看西片 那個 就是那些 對 大哥 你也知道 第一節都說過 我們看電影就是 看電影不要搏氣 就算不合理 也是這樣 是啊 這樣就有問題 是嗎 是 說回這隻人仔 你問我 就相對差一點 因為用軟件 但是他不用軟的 沒辦法 因為如果硬的 其實有可能斷的 兩隻角 是啊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用軟硬 是有他的原因 是沒有好口飛 沒有好口飛 還有這個軟件當然是很新的 還有軟件 在星戰的複製戰技那些套套裡出得多很多 嗯 因為他的頭套也是多很多 就是多角的位置 可以拿上來和你做一集節目 好啊 還有你知道那些 那些軟件如果硬 刺傷那些年輕人 哭 又哭 又投訴 通常是投訴 那些年輕人哭的沒事 是父母投訴 是 然後旁邊這隻 有一個英文名字 叫做 莫媽勒兜 喂 這隻的頭真的贏了 另一個名字叫 哈馬赤 因為我在這個位置 我看不到 我會覺得 好像在欠一隻 原來在這裡 是呀 這隻的頭髮其實出過一次 是 是 是 2014年的 Star Wars Lego 自己在YouTube Channel裡面的一個節目 那套劇裡面有出過的 OK 你可以隨便 我最近在這裡 補回那些劇 那他自己有出過 那也是 那個頭髮這個是第二出的 但是那個新印象 是新的 OK 他這個新印象 是由衣服 去到腳的腰 去到腳 去到腳 甚至是指弓 是parallel 一致的 連著腳趾位 這個位置 基本上沒有一隻是有的 OK 除了他的頭髮以外 其實新的拼也不是開玩笑 是呀 當然 他的故事背景就是 他被帝國軍迫害 而他的族人 就覺得他出埋了那一族 所以就流亡了他 流放了他 他就來到Tatouin這裡 去幫助反抗軍 所以他會有些 安全屋 有些攪拌 有些攪拌 那講到這隻人仔 怎麼讀 叫做 Mont Malabon OK 我也讀了很多次 即是 跟這堆音樂師一樣 他就沒有必要做到那麼多坑文 但是做完真的是一種尊重 還有兩個眼球 你問我其實就像那些白爪魚 墨魚的朋友 但真的做得很好 很好的 我真的覺得 很漂亮的 這套是要因為人仔而買的 是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說一聲 出去 這是正門 這是餐廳的正門 不要以為 說了那些人 還沒有 正門的旁邊 你看到 有 白爪一隻暴風兵 還有一隻 Imperial Spy 即是帝國軍的情報間諜 嗯 我們可以拿過來 因為我也會補頸 是的 情報間諜 他那隻人是最特別的 是 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用了 太厲害了 新的頭件 沒有了 他頸的位置 是 可以令到 他用頸的 類似鬍鬍的位置 倒吸回去 做模式 然後再套一個頭件上去 是 這個方法 如果不是有新的頭套件 即是黑色的套件 是不會做到的 做不到 因為那個鼻子的位置 已經會擋了 否則他就要成舊啤 成舊啤就做不到這個層次感 其實你說得對 成舊啤反而差一點 他有能力成舊啤給你的 但是他這樣做這個頭件 是否更加確實呢 嘩 真的厲害 有時候罵不下 就算出貼紙 算了不要緊 這些真的沒得輸 還有一件事 這隻人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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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星戰的遊戲 星戰LEGO的遊戲 裡面 有出過遊戲機 他們都是裡面的BOSS 就是在Cantina裡面 你要打這個BOSS才過關 所以 有個提示 就是說 在遊戲裡面出過的人仔 可能是有機會 即是他是LEGO遊戲 可以真的 做成真 我們叫physical product的人仔 所以為何我最近 不斷補回一些 在Lego YouTube channel上面的影片 Lego Star Wars片 就是因為你可以在裡面 找到很多 可能會出很漂亮的人仔 他就算這隻人仔的帽 也做得很好 你看到那些 Hermon那些 其實都是那句 他一塊過其實沒有問題 真的抵讚 是啊 OK 接著就是白兵 但是好像有點遺憾 是啊 沒錯 所以我在我的褲袋裡 變成另一隻白兵 其實你可以之後做補鏡 會 會 是因為新的白兵 後面 在黑色點上沒有了灰色印刷 應該要有兩層印刷 是的 但它沒有了 但是 2019年 那一盒 20周年的聲戰 dropship 以及 今年2020年的聲戰 那隻白兵 Storm Trooper 它是有後面的灰印的 嗯 那我們就懷疑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個頭件 其實是有沙印刷的 普通是沒有沙印刷的 有沙印刷 其實在2019年的 Micro Fighter裡面 是已經出了 而那時候 是沒有那個灰印刷的 所以按那個時序 就是應該有這隻先的 是的 你不要當是這隻 總之 LEGO就先弄了這隻 是的 再弄這隻 是的 但是 10月1日出的那隻 又拿回舊那隻 是的 即是說什麼呢 它可能真的被疑了很多 賣不完 或者是它留回來 還在這隻 是的 你不要說我壞 它原本可能想著這隻 預一隻白兵算 是的 但是發覺自己的Inventory 這麼多 算了 一它兩隻 我們這些看得氣多 斷九股 但是 這些位置 我就覺得 既然你其他人仔都做得這麼好 你這些位置 譬如說Double Print 這些位置 應該要再仔細一點 我又覺得 我們會這些雞蛋去跳骨頭 是的 我們在這裡跳骨頭 我在這裡跳骨頭 但是你問我 既然都去到這樣 可不可以催眸求恥一點點 但是都是那句 雞蛋去跳骨頭 所以沒問題 是的 都是這麼漂亮 情報收集完之後 他們就要去通緝兩隻人仔 其實情報收集什麼 就是要通緝一些人 是的 所以他們就去通緝CVPO 是 還有在門口等的R32 是 當OB1和Luke知道 他們那兩隻機械人仔被通緝的時候 因為他們有了 類型給他們的 死星的計劃 所以他們就急急去走後門 嗯 就是透過後門就走了 那後門在這些座椅裡面 基本上是Beef Musician隔離 那這個後門我要講一講 為什麼 其實它跟CVPO和R32G2有關係 因為它後面 後面有一張Poster 是 在這裡出來 在後面有一張Poster 是通緝他們兩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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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覺得算了 這些我都不用它特別print OK 但是Marvin 你可不可以貼得好一點點 你是不是想有些沙漠感 專門有些沙漠感 哦 OK 所以呢 挺划算的 是啊 而且後門其實也有一個類似巴桌 擺擺走的東西 嗯 也有一些細節位置擺在裡面 嗯 嗯 這個在電影世界就沒有說他們後門在哪裡 是 但是總之他們就暑走了 是 原來在那個Musician隔離 是 那些Musician隔離 那些Musician隔離一定看不到 我一定看不到 還有 還有 他的後門 在電影裡面是沒有出現過的 是啊 所以 Lego設計師他們就要看回 星戰的concept art 嗯 可能有個平面圖 有個Musician隔離的平面圖 然後去打回那個後門出來 其實這個好東西 當然剛才我們說經過Musician隔離 那裡一定看不到這個說笑 我覺得Lego也是那句 甚至沒有必要弄一個後門 是啊 因為你按照電影 他真的不好 但是我想大家都想提高可玩性 而且其實它的concept art 那裡真的有這個 有這個 喂 我有得正門 他們要走 那就走後門 所以你說這一套的playability 是極高 是啊 可玩性是 嗯 真的很高 不買不行 是 賣廣告 好 然後去你的左手面 就說其餘那些人仔 是 基本上 左手面的workshop 中間這個 我們就會通常 我跟那個盒子放上去 那些老鼠仔 是 很困難 就是他的workshop Toy Stories 那時候 Buzz Lightyear 和主角 Woody Jesse 他們有鼻子之外 但其實那個說法也不是 因為那時候那些頭 簡直是跟著電影原著 你說以這個 LEGO經典頭 分分鐘第一隻有鼻子 可能的 另一隻就是佛地摩 佛地摩 不知道為什麼要做兩個鼻孔 給他 還有爬咬衰 還有耳朵的毛 上面是用print 所以就做得更像 他不print也可以 其實他做到的形式已經是 很少 但它print給你 不就更細節 有鼻子的LEGO 分分鐘是第一隻 可能是星戰裡的第一隻 豬鼻 真的很棒 對 旁邊的就是Java的workshop 所以我們就放了一隻Java 還有Java也可以少說 因為都見過幾次 Java是我們的DLCZ SanclorZ 都做了很多次 說完呢 還有一隻人仔 放了在V35 Lenspeed 上面 而這個沒有 我們稍後這個comparison 就做了詳細 其實這個樣子 也挺憎恨靈的 對 因為Bounty Hunter 就是想金獵人的樣子 就是壞人真的有樣子看 惡魚頭 所以說人仔 說了二十多分鐘 大家都沒辦法 就是 21隻人仔 每隻說兩分鐘 都很合理 都很合理 但是我們是首次 把人仔放在場景再介紹 真的比較過癮 對 好玩很多 這一節就來到這裡 第三節我們就講一下 一些comparison 什麼comparison 就是一些新舊小對比 好 我們今節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再回來